大家好 今天是4月5日 星期一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第三波疫情最为恐怖 吓到一线医护人员 目前加拿大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100万人 第三波疫情下 不少省份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封锁 但对于大部分加拿大人来说 似乎对疫情已经麻木了 在刚刚过去的长周末 大多伦多地区一些开放的商场就已经人满为患 而实际上 根据身处一线的医护人员描述 第三波疫情才是最严重 最恐怖的 近日 一名多伦多华人急诊室护士在小红书上 分散了医院的现状和自己的所见所闻 并警告说 第三波疫情真的很恐怖 大家小心 这名华人护士写道 安省的第三波疫情已经控制不住了 他所在的医院重症监护士全满 每个人都需要高流量吸氧 最后一台呼吸机也被用了 病人的平均年龄在50到60岁左右 华人护士说 有人开玩笑说第一波疫情就没结束过 但实际上这几波疫情还是有区别的 前两波疫情主要是养老院和老人居多 很多老人都是拒绝紧急救治的 也就是不抢救 也不上呼吸机 但是这个第三波疫情是真的很恐怖 患者平均年龄都还很年轻 但是症状非常严重 变种病毒病例占据了半数 很多患者都需要上呼吸机 华人护士表示 有很多这种例子 就是家里的孩子先感染 导致自己50几岁的爸妈需要住院吸氧 据他描述说 他今天接收的一个病人只有27岁 也需要住院 上周照顾了一个60多岁的妈妈 后来进入了重症监护士 插管上呼吸机 爸爸也住院了 他们的大儿子才30多岁 几天前在家中去世了 还有三个女儿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症状 这名华人护士吐槽说 现在政府无能 疫苗没得打 还在等70岁以上的人先接种 封锁也是松松垮垮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竟然还能够逛商场 这名护士最后也提醒大家 要保重身体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要时刻保持危机感 疫情期间最宜居国家排名 加拿大跌出前15 中国近前10 近日 彭博社更新了 疫情期间最宜居国家排名 加拿大的名次再次下滑 已经跌出了前15 中国则进入前10名 该报告于3月25日更新 通过对比全球53个国家及地区 在疫情期间的数据 来排出最宜居国家的名次 报告中的数据考量了在近一个月内 新增病例人数 死亡人数 确诊率 以及疫苗的分配情况 以评估哪些国家能更有效地控制疫情 目前 位居榜首的国家是新西兰 已经连续第二个月被评为疫情期间全球最宜居国家 排在第二位的是新加坡 排在第三位的是澳大利亚 加拿大目前位于第16位 与上期排名相比下跌了4个名次 跌出了前15名 中国大陆此次的排名在第7位 虽然名次比上期下滑了一位 但仍然位居前10 此外 研究人员表示 因近日美国和英国的疫苗接种率大幅提高 新增病例均出现了明显的减少 因此 这两个国家在榜单中的名次均有上升 美国目前排在全球第21名 与上期相比上升了6个名次 英国排在第25名 名次上升了5位 研究人员指出 在世界范围内 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仍然在不断上升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情况更为严重 部分发展中国家至今仍未接种过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部分发达国家对疫苗出口的控制 是灾难性的道德失败 会导致疫情仍要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内蔓延数月 加拿大警察不戴口罩执法 被质疑后威胁说开罚单 近日 一则加拿大交警执法 为佩戴口罩的视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视频拍摄在2020年12月的疫情期间 当时加拿大卫生官员规定 必须要在公众场合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在加拿大温尼泊 一对夫妻因违反交通规则 被一名警察拦在路边警察 这对夫妻用手机镜头记录下这样一幕 这名身穿制服但并未佩戴口罩的警察 正低头看向车内 车内的女子询问她为什么不戴口罩 这名警察听后态度十分恶劣 她警告这名女子说 既然如此 那我就要给你开罚单了 本来只是想给你们警告 但你们的态度却如此恶劣 目前这则视频已经有超过5万次观看 不少网友对视频中警察的态度表达了不满 有网友评论说 视频里的女子只是诚实地问出来 为什么这个警察就像发疯了一样 难道她不应该戴上口罩吗 还有网友说 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作为警察更应该起到带头作用 戴好口罩 视频在网上引起了众多的讨论 也迫使当地警方作出回应 在视频发布的第二天 温尼泊警方就发表声明 表示警方规定在执法时必须佩戴口罩 并承认了视频中警察的做法是错误的 已经对该警员做出了工资处罚 两大机构警告 加拿大房产被高估 多伦多房价需下跌28% 据佳媒报道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发布了一份针对加拿大房市的报告 报告显示 加拿大房地产价格过高 已经构成了对加国经济最大的威胁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 大多伦多地区的房地产价值被严重高估 2020年第二季度 该地区房屋价格达到93.5万加元 然而 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定 该地区房屋的实际价值 仅为67.1万加元 研究人员称 大多伦多地区的房屋价格 需要下调28.2% 才能够使房价与经济基本面保持一致 报告也指出 温哥华的房地产价格同样被高估 大温哥华地区 2020年第二季度的房屋价格达到105万加元 但同一季度 该地区房屋的实际价值仅为91.2万加元 研究人员称 温哥华房价被高估了15% 需要下调13.3% 尽管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但并没有像多伦多那样严重 对于大蒙特利尔地区来说 报告指出 蒙特利尔地区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房屋价格 为46.1万加元 而其房屋的实际价值应为46.6万加元 研究人员认为 蒙特利尔房屋的实际价值 是略高于其目前的价格的 房价与经济基本面基本保持一致 根据模型显示 蒙特利尔房价与理想价格之间 仍然有1%的上涨空间 报告显示 在哈密尔顿地区 2020年第二季度的房屋价格 达到了59万加元 但同期的房屋实际价值 仅为41.8万加元 研究人员表示 哈密尔顿房价上涨的速度 远远快于其经济基本面 根据其房价模型来看 房价被高估了42.1% 需要下跌29.6% 才能够与实际的价值匹配 哈密尔顿最近的房价数据显示 自去年第二季度以来 该地区经历了房价的大幅增长 而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做出加拿大房地产被高估的言论之外 上周一 全球著名的信贷评级机构 惠誉评级同样发出了一份报告 指出加拿大的房屋价值被高估 惠誉评级在报告中指出 加拿大整体房屋价格至少被高估了23%左右 不同的城市中 惠誉评级同样认为 汉密尔顿的房价高估情况最为严重 至少被高估了36% 其次被高估的城市 依次是多伦多、沃泰华、温哥华、维多利亚和蒙特利尔 惠誉评级指出 房价被高估就意味着加拿大人的消费负担能力下降 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钱来购买房屋 数据显示 在全国范围内 加拿大人用来买房及养房的费用 占据了其家庭收入的50.3% 在温哥华 这一比例高达78.8% 在多伦多为67.6% 报道称 在2020年第二季度 由于CERB等福利的实施 加拿大人的可支配收入增多 但目前随着疫情福利金逐渐被取消 加拿大人目前的可支配收入 是7个主要发达国家中跌幅最快的 RBC的经济学家霍格警告说 在2021年 加拿大房价将进一步上涨 潜在买家在购房过程中将遭遇更大的困难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